今年两会一份关于推动空潮青年群体向驻潮青年群体转变的提案引起关注 有关空潮青年独居青年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眼里 据统计2018年就有超过7700万独居状态的空潮青年 预计2021年空潮青年数据会上升到9200万 单身青年一共2.4亿 那什么是空潮青年呢 指的是为了个人事业到大城市打拼 长期与父母分居单身且独居的这些年轻人 然而几个人独居是标新立异 几十个人是潮流市上几百几千个人就是流行 上到9200万将近一个亿的人口了 那这就是问题了 提出空潮青年提案的专家分析说 空潮独居的生活方式客观上缺乏家庭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支持 存在着缺乏情感寄托 有孤独感空虚感生活上依赖外卖 置身虚拟网络空间等数多情况 所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产生了如此巨量数字的孤独群体 我们今天的视频来一起探讨两个问题 一空潮青年群体是如何产生的 二空潮青年该如何转变为助潮青年呢 那每一个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曾经空潮过 作为曾经的空潮青年 希望我个人的经验 对想要改变空潮状态的年轻人增加一个思考的角度 也能给那些孩子在大城市发展的家长们一些启发 记得关注我 不然你以后想找都找不到我了 回到正题 与空潮相反的词必然是助潮了 那怎么能实现助潮呢 要有两个人愿意在一起 相识相知 从相恋走到结婚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呢 大部分人认为都是房子 男女比例失调 婚姻观念的改变导致 而我把原因归结到 房子时间存款和错误的舆论引导 有房才能结婚 有时间才能谈恋爱 有存款才能支撑交往 步入婚姻殿堂 而现在的年轻人在这几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很大的问题 高昂的房价 稀缺的时间 薄薄的存款三度大山 压抑了年轻人 使他们没有欲望去社交 没有时间去社交 没有经济能力去社交 此外呢 还有一些不怀好意 图谋不轨的舆议引导 也是帮凶 那下面我们展开来谈 先看看房子 目前房价相比工资收入仍然遥不可及 有一句名言 房价是最好的必于要 大多数年轻人 毕业刚参加工作 房租已经占去了收入的大半 吃饭交通费又寝食掉了 剩下这一小伴里面的大部分 望着高不可攀的房价 看不到买房的希望 所以干脆从头上 就彻底放弃了找另一半的打算 有些人可能会站出来说 那是他们不努力 他们自己放弃了赖谁 我哪个朋友 我哪个亲戚 如何如何努力 如何如何奋斗 就买上了房子云云 那你要知道 知难而退也是人之常情 而且你也不要太把自己的主观努力 看得太高 认为凭努力谁都可以 我朋友行 我亲一行 你们怎么就不行 你别忘了 努力的背后是机遇 要不是赶上了时代的机遇 马云现在也只能算是一个挺能忽略的普通人 蚂蚁金服这么烹雷 曾经也不过是个随心家属 菜鸟董事长同红 最早也就是个前台 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社会上缺机会 不缺努力的人太多了 努力的人常有 而机遇不常有 这是我在40岁上误出的道理 时运不济 你再努力 再奋斗也没用 所以雷军为什么说 要顺势而为 年轻的时候 如果没有赶上好的行业 好的公司 打工人很难 靠存死工资 就能发财买房的 那说完了房子 咱们得接着说个时间 交朋友 你得有时间 现在上班的年轻人 有没有自己可支配的休闲时间 没有 没完没了的996 没完没了的车谈会 早上7点起来 着急忙慌上班 夜里两点忙完打车回家 两头不见太阳 有一句顺口溜 这么形容他们 一人独居 两眼惺忪 三餐外卖 四季淘宝 五股不分 所以家长们也要理解 不要硬逼他们相亲 想不空潮 他们也得有时间 交往才行 而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 谁拥有 可供自己随意支配的时间 这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那如果你真想解决自己的单身问题 该怎么办呢 给你讲解我是怎么结婚的 2009年 我的工作模式 也是996 我当时29 天天上班加班 胡家就睡觉 根本没有自己可控的时间 但是家里催婚催得急 不仅老两口三天两头 给我打电话 还发动了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包括中学老师 科三差五给我打电话 灌输结婚的重要性 破约压力又没有时间 怎么办呢 我在婚恋网站 注册了个账号 以程序员的思维方式 给网站上每天推送 说适合我的女性 群发消息 也算是想释放一下 自己的信义压力 你看我努力了 没结果就不赖我了 但是好巧不巧 群发了上百个消息之后 有一个姑娘 还真给我回复了 不仅回复了 正巧她中 要在我们单位附近 参加培训 我们就在加班时间里 一起吃了个饭 吃完饭 我回去接着加班 最后她还成了我老婆 所以你看 关键还是 你有多想要 多想要突破困局 我们两个 不仅在加班的时间 完成了相亲 还在更多加班的时间里 完成了约会 比如我们 看的第一场电影 到我们空间 看的晚上十点那场 就是因为我加班 但因为是夜场 却意外成了包场 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 一次经历 第三存款 想交朋友 还得看看自己 钱包的厚度 约朋友见面 一起玩 玩完了得吃饭 吃完饭得看个电影 一次见面下来 小以前可能就没了 年轻人工作不稳定 收入普遍不是很高 房租占了一大半 日常开销 还要花掉一大部分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当日常生活捉襟见肘的时候 很多东西自然就会取舍了 于是主观上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出门玩一天 花小大 钱包疼 身体也累 不如待在家里 刷具泡面 所以年轻人谈恋爱 花钱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 家长们与其多催婚 不如在能力范围内 多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最后就是舆论的不正确引导 因为有需求就有负产生 而资本想要赚更多的钱 就需要有更多的受众 那9200万独居青年的需求 催生了孤独经济的发展 除了穿衣居住 资本要瞄准的方向就是十个型 在饮食方面 格子拉面馆 外卖小火锅 自热火锅 那这些商业场景的背后 正是空巢青年 2020年外卖行业报告显示 孤独经济正在撑起一个 千亿规模市场 而资本为了赚取更多钱 就会营造出更多榜样的力量 用它们带节奏 鼓励你孤独 那比如在深圳 越来越多的行业 开始向独居青年人靠拢 为他们做出改变 甚至开辟专门的产品线 一个人想吃火锅 不怕 一人食火锅店 一人食套餐 甚至还有公仔陪吃 一人居住 又一人家店 迷你饭店可供选择 一个人旅游 旅行事也有单人游 说走就走 一个人搬家 甚至还有单身贵族搬家套餐 给你家人一样的温暖 那这些都是资本在营造一种 孤独生活里面积极一面 那么问题说了这么多 我们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来自空巢青年问题 更著名的日本 一位叫高姆侄子的作者 也是一位到东京打拼的小镜青年 这个女人 她第一本被大家注意到的书叫 一个人住第五年 后来她也出版了 一个人住第九年 一个人住的每一天 在独居的这些年里 作者还出版过一个人的小繁华 一个人的第一次旅行等等 可以说她算得上是空巢青年里的佼佼者了 她把她自己独居生活都画成了书出版 而这位作者在四十岁的时候竟然脱单了 写了两个人的头两年 以及之后跟着出版的新手妈妈的头两年 我相信这九千两百万大军里的大多数 肯定和高姆之子和曾经的我一样 面对加班和家庭催婚的压力 并不是自愿意进入这个困境的 他们只是被错误的语论引导 被一些暂时无法面对的客观因素伴住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图上来看看 如何破局 首先仍然是房子问题 提出空巢青年提案的专家 谈过关于房子的问题 在提案中是这样建议的 那通过国家和地区政策的落实 改善相当一部分 空巢青年在住房等方面的现实困境 如优惠的手套按揭政策 交易税收政策 房贷利率政策 购房补贴政策 专项扣除政策 连住房政策等等 那我相信肯定有相亲时上来就问 有没有房子的人 也肯定有不买房子 就变成屈我闺女的那种丈母娘 那面对问题是去解决问题 还是以此为盾牌躲在他后面 那这就是个人选择 那我结婚的时候 也买不起房 那第二个问题 时间 如何获取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业余时间 也就是996问题 那今年全国两会 996工作制上了热搜 全国人民都知道996不好 至于结局怎样呢 有关部门会如何落实解决 那这个话题咱们先放一边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自己也是有选择的 这取决于你有多想改变 自己空巢青年的孤独状态 你像我的经历 年轻那会加班忙 那我也是在相亲网站上找的对象 加班时候完成相亲 那只要你改变 一切都有可能 那第三存款问题 我想和你分享的是 钱不是万能的 你这么优秀 一定能找到一个 不在乎物质条件 愿意和你白头偕老 正经过日子的人 对 只要是正经人 大家都在职场里辛苦打拼 都知道挣钱不容易 你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或者男孩 为什么你就笃定 自己不能遇到 另一个和你一样 不物质的男孩或女孩呢 那两个人在一起了 花销是双倍的 但快乐 它也是双倍的 压力也有另一半帮你分担 也可以一起存钱买房 最后 关于舆论引导 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极极想改变独居生活 那就少关注有独内容 那些跟你说独居生活好的 要么可能真的是单纯喜欢独居 要么是出来帮厂商忽悠站台的 他只是在向你兜售一种 看起来新潮的生活方式 然后转身就帮厂商带货赚钱 他可能只是个好的演员 表演给你看 人是社会动物 活在关系之中 幼年时我们和家人在一起生活 慢慢长大了 有朋友倾诉心情 有爱人一起风担生活的酸甜苦辣 你唯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人 这一点也不酷 而你需要的就是深夜下班之后 家里有一盏 为了等你而亮着的灯 其实从毕业到成家立业 都会经过一段空巢青年的阶段 最重要的是 你对空巢生活的看法 喜欢自然无碍 想改变就要努力破局 每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和理解不同 只要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我是童子 我希望想寻求改变的你 能够找到幸福的另一半 告诉我 你发现原来两个人在一起 酸甜苦辣都有 是另一种人生体验 记得关注我 不然你以后想找都找不到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好听 我好听 好听 不不 你 好听 我好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